殷能靜明年2月假情號 我明春風 驚人都不風 哇 有愛情之分就是不一樣 耍電歐高兄 你說四不數啊 我們蘋果狗仔胸直及殷能靜 昨晚洗滋滋到SPA館做指甲 蛤 歐高兄在說什麼 背影哪看得出來洗滋滋 當然看得出來啊 你去點他微博看看 初步訂在2月份 其實是因為我們過年的那段 春節的時間會比較不忙 真不簡單耶 一人近45歲還可以找到第二春 明天2月要嫁小10歲的情號喔 我常跟他開玩笑說 我會嫁給你有一半的原因 所以你媽媽跟你父親 我們一起去了柏林 去了土耳其又去了威尼斯 阿姨對我非常好 就是我覺得自己的父母 大概也就是這樣了 如果我跟秦先生有一些什麼爭吵的時候 阿姨都是先罵他的 就說人家肯跟妳就很好了 一年近情號交往一年多 一直愛的高調 走到哪年到哪 9月初情不自禁自暴走 在7月情號就向他求婚 昨天在微博自貼受訪影片 再爆婚期 目前暫定希望是在2月過年的那段時間 他之前被蘋果拍到 評事館超虛弱的 我一直想當媽媽 他都知道我愛小孩 因為我第一胎就很自然受孕 然後所以我從來不知道那種 想要小孩的爸媽要不到時候 會很焦慮 現在對自然受孕 我在哪兒就去玩 絕對沒有戒子逼婚喔 因為其實他認識我的時候 他就已經跟我提過 耶安娜達日前在威尼斯營展 被問婚事也是很大方的 要跟家長商量 然後大家全家人都在打算 都在計畫 到時候會通知媒體會請問 您是以花肉都很好 你們給點錢就帶你們去 好好好 蘋果的新聞 喔 紅包要收到索軟了 爸倒